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捡起来吧 这样做就对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的 维玉文老师 老师 你好 好 维玉好 在线上的所有的观众朋友 大家好 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了四位同学 是吧 是 今天在线上 也会有四位同学跟我们一起来学习 老师 向我们介绍他们好吗 哈啰 大家好 大家好 线上小朋友 大家好 大家好 这是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你可以看到线上的四位小朋友 他们都是来自吉隆坡 沙拉秀华小的小朋友 欢迎来 今年他们都是四年级的小朋友 他们叫什么名字呢 老师 好 我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请这个 这个志浩 志浩来跟大家挥挥手好不好 哈啰 志浩穿黄色衣服的志浩 再来 云莹同学 云莹跟大家挥手 你好 再来 这个 子一同学 大家好 大家好 好 大家说话声音要大声一点 还有我们一层 一层小朋友 跟大家挥手 嗨 大家好 好 这四位小朋友 就是今天会在线上 跟我们一起来学习的 是 喂 老师 刚才呢 微微做了一个不良示范 乱丢垃圾 我想这个小小的一个铺陈 是不是跟今天的这堂课有关呢 是的 那今天我们希望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跟线上的小朋友 我们一起来讨论一下 一起来学习一下 我们生活周遭 都有很多很美丽的东西 但是刚刚啊 微微的那个动作 好像会对这个环境带来不好的影响 对啊 看到微微做了一个很棒的一个动作 就是立刻去把它放在对的地方 丢在对的地方 对 要纠正错误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示范 好 老师啊 就事不宜迟 我们马上开始上课好不好 好 那今天呢 还没有进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课文之前 在这边要跟线上的这四位小朋友 来讨论一下 来谈谈天 也希望在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我们一起来看看 透过这样的一个画面 我们来学习 我们来讨论今天到底要学什么东西 当然啦 今天我们要学的这堂课 会谈到的就是希望透过这个教材 小朋友可以去了解 透过这个工具书 去认识教材中里面的一些汉字 一些句子段落 最重要的是这个篇章的内容 第二呢 就希望大家通过这个阅读 通过这个阅读 认识各种标点符号 认识各种标点符号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哦 太快了 太快了 来 线上的小朋友 我们来看看 你看到这张图吗 电视机前的小朋友注意看哦 线上的小朋友你看到这张图没有 看到你点点头好不好 看到吗 好 告诉老师 告诉薇薇 在这张图里面 你喜不喜欢这个环境 喜欢吗 告诉老师你喜不喜欢这个环境 为什么你喜欢这样的环境 喜欢 我好像听到子余要回答对不对 来 子余你来说看 你喜不喜欢这个环境 为什么你会喜欢这个环境 因为这里的景色很美 你感觉到景色很美 还有呢 很凉爽的感觉 有很多树木 感觉到这个环境很凉爽的感觉 其他三位也举手了 我们来听听其他三位小朋友 有什么话要说 来 宜辰你来说一下 因为这里的空气清新 有很多树木 你感觉到这个环境 空气很清新 因为有很多树木 对 会有氧气 对 这个云影呢 云影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环境 这个环境很清新 然后 空气清新 没有那么多垃圾 看起来很干净的一个环境 很干净的一个环境 好 来 志浩呢 志浩 你觉得这个环境你喜不喜欢 我很喜欢 因为它环境很优美 环境优美 还有呢 还有你想到什么 还有它的空气很清新 适合在这里放松 在这个环境你觉得很放松 这是第一张图 线上小朋友的想法 我不晓得电视剂签的小朋友 你的想法是什么 但我相信你可以在一边看电视 节目的时候 一边跟你的家人来讨论 我们来看第二张图 唯唯我们一起来看第二张图 好啊 像这样的环境呢 好漂亮 好像这个森林 又有瀑布 这样的环境有谁很喜欢的 我好喜欢 我看到很快举手的 就是这个紫衣 对不对 紫衣 来来来 紫衣你说一下 为什么 为什么你很喜欢这个环境 因为这鱼很像大自然 你很喜欢大自然 来要补充的 那一层我看到你手举了很久 我相信电视剂签的你也是有很多话想说的 来一层你来说 因为我觉得它的水 这个瀑布的水很清澈想去游泳 很清澈的水 给人家有一种很想跳下去游泳的感觉 所以看到这样干净的环境 这样舒服的环境 大家都会很向往 这个大自然真的是很美 那另外两位小朋友你有没有话想说呢 嗯 把握机会 好 薇薇你来选 你想选男生还是女生 黄衣的男生 黄衣的男生 来我们请这个志昊同学 为什么你很喜欢这个环境 因为它的水很蔚 哦 它的水 哦 它的水 对 让你感觉到就很想下去游泳 对了 很棒 那我们再来看看下一张图 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图 这个图呢 这个图你有看到什么东西 哇 很想去这个地方 来 盈盈你来说 这个地方你想到什么 我想到我们可以去那边 建沙堡 然后可以在那边野餐 哦 建沙城堡去那边野餐 是 好 来 盈盈快快快 告诉我们 什么地方 为什么你喜欢这个地方 海水没有垃圾很干净 哦 看不到垃圾很干净的一个环境 还有 来 志昊你来说 海水它很蓝色很干净 然后也有很多大大的野树 哦 整个大自然就是很美对不对 所以我感觉到大家都很喜欢这样的一个干净的环境 哦 子依也等了很久哦 子依你有话要补充吗 来 说一下 这里的水很清晰 你看到很清澈的水 嗯 那个益城也举手举了很久 不晓得益城有什么话要补充 这里蓝天白云很美的 你感受到那种蓝天白云哦 所以啊 薇薇 你看透过我们线上小朋友的这样跟分享 从刚才的三张图 我相信大家心里都有一个感觉 每个人都应该是喜欢干净的环境吧 对啊 对啊 而且这个大自然的美哦 应该没有人会不喜欢 不管是公园 瀑布 还是看到这样的一个蓝天白云的一个海边 大家都想到说 哇 有机会 我们都很想好好地去这个地方 可以什么 感受一下大自然的美哦 所以我相信薇薇你心里面也会很喜欢这样的环境吧 喜欢 喜欢 但是啊 喜欢归喜欢哦 这样的环境呢 一定要我们努力地去保护它的干净 才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哦 所以不能够怎么样 乱丢垃圾 记得咯 嗯 所以啊 刚刚听过了小朋友这样的一个回应哦 所以老师觉得如果今天啊 要送星星给你们的话 在六颗星星里面啊 嗯 刚刚你们这样的表现 老师觉得很值得给你四到五颗星星 四到五颗星星哦 因为相信如果你们更积极地回答 用这个更完整的句子来回答的话 待会我再给你们更多的信心好不好 好的 好 所以大家要一起努力来加油哦 勇敢地来尝试回答 好的 我们谢谢老师给同学们的鼓励哦 记得我们要爱护我们的环境哦 这非常重要 这样呢 地球妈妈才不会生病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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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个人的心中呢 都有他非常喜欢的一个自然环境 有的人呢 喜欢壮丽的山河 或者是七色的彩虹 还有宽阔的这个太阳啊 但是呢 这些大自然环境呢 需要我们保护 才能够继续地漂亮 继续地干净 对吧老师 是的 所以接着下来呢 就要想跟小朋友来分享这个篇章 叫最美丽的风景 嗯 所以是不是我可以带着小朋友 带着薇薇一起来看这个篇章 最美丽的风景呢 好 那小朋友要请你们帮忙哦 那电视机前的小朋友 也可以拿出你的课本 拿出你的课本哦 四年级的华文课本 拿出你的课本 一起来看看这个篇章 最美丽的风景 现在小朋友有一个任务给你们哦 就是一起来读读这个篇章 哦 一起来读这个篇章 你看这个篇章哦 会谈到有很多动物的一个对话 很多动物的一个对话 所以第一个段落 有哪位小朋友先要来开始的 嗯 哎 谁先举手就谁先开始咯 开始咯 好 来 我们看到这个子余 子余你先来开始念这个段落 嗯 这天早晨 海洋里的生物比小岛远渊的 聚集在一家简陋的珊瑚茶餐室 嗯 包打听 墨鱼先生 海马保姆 螃蟹院长 金枪鱼防卫队队队长 小丑鱼探险队 海豚拉拉队队队长 纷纷接到通报应约 对 他们刚才看到那个图 都好像集合在一起 有大事发生了 他们都集着一起 要来讨论 那我们请下一位小朋友 下一位是 一诚很快哦 一诚来念 各位 好 先上小朋友做准备 我看到你们好像有准备课本 好 来诚念这个 各位 开始 是 各位 今天凌晨 咱们亲爱的长老 海龟长老 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墨鱼先生 一改往日的嬉皮笑脸 严肃地宣布 螃蟹院长感叹 真令人惋惜啊 真令人惋惜啊 嗯 长老的身体 一向硬朗 除了每天坚持持有30分钟 还少量多餐 没想到 长老去年的健康报告 还可以预测他可以活到200岁 海马保姆说 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们请这个云影来接这一段 没错 来 没错 海龟家族的成员还计划 为下个月满百岁的慈祥长老 慈祥长老 不至守厌 没想到却 小海龟门 小海龟门 哽咽的说不出话来 好 海豚队长接着说 海豚队长接着说 上个月我曾听海龟长老说 自从吃了漂浮在海中的水母 他的胃就不舒服了 是的 他吃了这个什么 海中的水母 造成他的胃不舒服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他吃了水母为什么会不舒服呢 我们继续来看 继续来看 你看 他吃了水母 过后胃感觉到不舒服了 一定是有一些问题 看看这张图 你应该猜想到发生什么事了吧 来 我们请下一位小朋友 继续把这个文章念一下 好 刚才好像这个 志浩还没有念 来 志浩你来念 其实 你学那些假水母 是塑料袋 我也根本无法消化 墨鱼先生果然打听了不少消息 是塑料袋要了长老的生命 面对海洋里最长寿的动物无辜丧命 大家难忍心中的悲痛 是的 谭旋在海面的信天翁听见了 夫生飞了过来 说到 主生飞了过来 只侵略海洋 远陆地生物也遭殃 对的 我们一起来继续探讨 来 这一边 老师就来念一念 你们知道吗 塑料牙签和牙刷在海上漂浮的时候 宛如一条条的小鱼 我们在空中飞翔时 常常会把这些垃圾当成是小鱼 就带回这个鸟桥里面去喂食这个幼鸟 所以信天翁他一边说一边就伤心的哭泣 结果这些硬硬的物品就吃破了他们的小孩子的味 所以你看他的孩子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谁造成的 很值得我们去思考 所以不是只有海洋生物受伤了 在陆地上的这个鸟类 他误以为是这个小鱼带回去给孩子吃 孩子也受伤了 那个肚子也被吃破了 所以根据上个月海洋报的报导 沿海一带的渔民就反映了 他们经常发现海鸟的尸体 尸体里面有什么 有很多消化不良的塑料袋 那螃蟹院长就说 想必就如信天翁所说的那一样 新闻还报导了 人类使用这个磨砂沐浴露 去使皮的这个塑料威力 都是隐形的杀手 恐怖吗你们觉得 是喔 真的 所以真的是喔 都是人类喔 所以螃蟹院长吃的精神粮食多 学问渊活 那接下来 谁来帮老师继续念下去呢 太棒了很多人举手 来我请薇薇来选 薇薇想听谁的声音 你吧 好来 子怡你来念 好 没错 没错 我的家族成员 就是常把这些褐色塑料威力 误认为是零虾 而吃下后散命的 金枪与防卫队长 点 防卫队队长点点头数 嗯 这些塑料威力的毒素 也令我们的身体出现异壮 小丑鱼探险对忍不住诉苦 墨鱼先生呢 啊 继续来 墨鱼先生 心情沉重的说 塑料污染的危害 已经入侵 已经入侵海洋生物链 形成恶性循环 嗯 无一生物能够幸免 海洋中的 海洋中的单细胞 海洋生物 微生物 海洋微生物 吃塑料威力 随后 小鱼吃微生物 大鱼吃小鱼 最后大鱼被人类吃进肚子里 人类本身也难逃几家 是的 那最后一段我们看到 他说 这个肚子里面有了毒素 小鱼被谁吃啊 大鱼 大鱼吃 我们吃什么 我们吃大鱼 我们吃大鱼 这样子 你吃它它吃你 最后发生什么事情 人类也遭殃了 人类也遭殃了 而且也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线上的小朋友 当你在读这个文章的时候 有没有发觉到 人类的一个小小动作 你这样很随意的 这样子把它丢下去 扔到大海去的时候 那些鱼 它可能不知道 哪是不能够吞进肚子的 不是它的食物 它吃了之后 小鱼被大鱼吃 我们捕回来的这个大鱼 就回到人类的肚子里面 最后人类会不会受伤 人类也会生病 对不对 所以接下来老师想问问 线上的小朋友 线上小朋友 你有没有发觉到 在这个篇章里面 有两个标点符号 是可能你发现 它出现了很多次的呢 我觉得逸臣 每次举手都很快的 来 逸臣你来说一下 有哪两个标点符号 你发现在这个篇章里面 出现很多次的 省略号和开关影号 省略号和开关影号 对 为什么你会发现到 它出现很多省略号和开关影号 而这个省略号和开关影号 又起了什么作用呢 那电视机的小朋友 你要思考 省略号和开关影号 到底在这个篇章里面 起了什么作用 来 随来帮忙 云影好像举手举了很久 定格在那一边 好 你来说吧 这是因为有很多动物在那边对话 然后省略号就是他们 就是他们还在讲话 可是没有表列出来 表示出来 意思说 因为很多动物在对话 所以你可以看到 都是动物之间的对话 它使用了很多的开关影号 而另一个刚刚听到小朋友说 很多的省略号 就可能说他的文章里面 还有很多的细则 他都没有一一的写出来 他发一个省略号就代表说什么 可能还有下文 可能这些还有故事 都没有一一的把它讲出来 所以同学们 你有没有看到 透过阅读的时候 其实你也可以发现到 这个标点符号是如何使用的 对不对 所以从阅读里面我们在学习 其他的东西 学习标点符号 那老师在想考考你们 透过这一张文章 这个篇章的时候 你刚刚读过了对吗 这个文章带了什么讯息给你 或者从这个文章里面 你读到了什么讯息 考考小朋友 我看到有一位这一块举手的 就是我们线上穿橙色衣服的 这位女同学 好 云云同学你先来说 从这篇文章我学会了 不要再乱丢垃圾去海洋 或者沟漆或者小河 如果丢去沟漆的话 沟漆的垃圾也是会流去小河 然后小河把垃圾送去大海 你很快就感受得到说 我们要去照顾这个海洋的一个部分 但是老师想考你 他不是说预测这个海龟长老 可以很长命很长命吗 那谁造成他那么短命去 来 子依来说 为谁造成他那么短命去 是人类把垃圾丢进 丢进沟渠 海边 那些会流进大海的地方 但为什么这个海龟长老 他会吃到假的水母呢 不是吃到真的水母呢 他不会去分辨吗 假的水母跟真的水母 怎么他不能分辨呢 一辰 你来告诉大家 一辰来说 因为它在水中飘着感觉很像 什么东西在水中飘着感觉很像 那些塑料袋加水母 对 都是透明的老师 对 那个透明的塑料袋在水中飘着的时候 海龟游过他就误以为那个塑料袋好像水母一样 他就一口把它吃下去 真的吃到肚子去的时候 他就没有办法消化 对不对 所以不管是塑料袋 还听到这个信天翁不是讲吗 那些鸟类发生什么事情 把这些什么当成小鱼 牙刷 牙签都当成小鱼 把他什么拿回去给谁吃 他的宝鸟 他的幼鸟 幼鸟吃去尖尖的东西吃进那个幼鸟肚子 幼鸟会怎么样 你自己想看 如果你肚子里面吃下这个骨头之类 你都不舒服 对不对 哪怕是他们这些动物 所以真的是要好好地思考一下 好好地去思考一下 到底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对 老师说的没错 海洋生物其实如果不小心吞了这些塑料垃圾的话 就像老师说的小鱼 那大鱼吃小鱼 那我们人类也吃大鱼 到最后这个中毒的鱼 就被我们吃进肚子里面了 那会怎么样呢 我们也会中毒 到最后我们就自食其果 因为我们乱丢垃圾 所以到最后受苦的还是我们自己 千万要记得 是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样下去的话 人类跟这个动物都可能会死亡 要想办法了 所以动物们最后想什么 它要祈愿 动物们祈愿 他们的比赛已经 希望什么 人类不要再捨去这美丽的风景了 我们要一起来爱护这美丽的风景 不要再捨去这美丽的风景 好 就像老师说的 我们记得要好好地爱护我们的环境 要让这美丽的环境 让我们的世世代代的小朋友 都能够看得到 好 先进一段报告 我们下期再见 今天我们要跟文玉文老师一起学习 如何保护环境 老师 继续 是 我们都知道说 要爱护环境 人人有则 这句话应该是 从小小大家就听过了 爱护环境 人人有则 而今天我们讨论的是 四年级华文课最美丽的风景 这个篇章 所以同学们 你在阅读的过程里面 可能你需要采用一些工具书 深入地去了解篇章里面的一些词汇 一些句子的意思 最重要是透过了阅读 你是否能够理解这个篇章 要带了出什么样的讯息给我们 那透过阅读 也希望我们可以从中 可以去学习一些标点符号码 接下来呢 就带着小朋友 我们线上的小朋友 还有电视机前 一起看节目的小朋友 如果有需要 你赶快拿出你四年级的华文课本 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 看看这个篇章最美丽的风景 在这边 老师也准备了两道题目 要跟大家来分享的 现在小朋友要考考你们 考试了 考考大家 通过了阅读 你有没有发现到 你有没有发现到 海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通过阅读 你有发现到吗 海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大事情 好 我就请薇薇来选大家回答 你看大家都举起了手 都不知道选谁 来 我选你 好 就云影 云影你来回答 云影是第一位回答的 云影你来说说看 你有发现到海洋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透过刚刚你阅读过的这个 四年级课文里面的这个篇章 最美丽的风景 云影你来说说看 通过阅读 我发现到 那些我们人类一直乱都丢垃圾 结果被那些鱼吃掉而死亡 你透过阅读你发现到 人类随手丢的垃圾 最后可能会造成海洋生物 他误以为是海里的一些食物 他就误吃了进他的肚子里面 最后造成他跟这个世界说再见 永远见不到这个美丽的世界了 这个是云影刚才的一个想法 那下一位小朋友呢 很快 还要点名吗 还要点名吗 老师 来 点来一位 接住手的 来 好 来 之后来 之后你来说 你从这个篇章里面 你从篇章里面也看到这个部分 你看到这个什么 塑料垃圾已经严重污染这个海洋 怎么你会这么想到 你从哪里看到 你从哪里看到这个塑料垃圾 已经严重地污染了这个海洋 篇章有提到吗 有 有 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 具体地再来说说看 你从哪一个段落 或者哪一个句子里面看到的这个部分 第103页的第三个段落 他好认真在吵 第几页第几个段落 可以读出来的老师 要求他读出来好不好 你来说说看 来 怎么说严重的污染呢 墨鱼先生 心情成正说 塑料污染的危害 已经入侵海洋生物链 形成恶性循环 无一生物能够性命 所以真的会造成一个恶性的循环 也提到了吗 对不对 我们丢的海底的生物吃了 最后它们污染了 它们有毒素了 人类再把它吃进去 其实这也是一个恶性的循环 所以看到说海洋真的是污染了 接着下来我们就请这个 一诚好不好 一诚你来说一下 你读了这个最美丽的风景 这个篇章 你发现到海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来一诚 通过课文 我发现到除了海洋的动物 无辜丧命 陆地上的海鸟也受伤了 你发现到除了海里的生物 陆地上的动物也受伤了 你可以再加以说明一下吗 可以来补充一下吗 你从哪里看到海底的生物受伤了 而陆地上的生物也是一样受伤了呢 来一诚 你再来给我们多说一点 陆地上的海鸟把牙签和牙刷 当做小鱼味给幼鸟吃 所以幼鸟的 所以幼鸟的味被那个牙签和 那个物品可能就是什么 吃伤了它的这个胃 对不对 受伤了 所以我们这边可以看到 它在天空飞 看到海里水上漂浮的这个牙签 牙签它就误以为是小鱼 从高空这样子飞下来的时候 一抓整个那个不是鱼 抓回去就给孩子吃 那孩子也误以为肚子饿了嘛 就把它吞进去的时候 真的是造成 他就这样子上了这个生命 就死去了这样 真的是很可惜啊 真的是很可惜 来我们线上还有两位小朋友 那这两位有没有什么想法 你通过了阅读这个最美丽的风景 这个篇章 你有发现到海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吗 好我看到子怡 子怡来你来说 嗯 发生什么事 通过阅读 我发现海洋 通过阅读 我发现海洋的生物有 海底的生物什么 怎么样了 通过阅读 我发现我们 因为我们的方便乱丢垃圾 导致海洋的生物有危害 有危险 因为我们方便 所以让丢垃圾 这样造成这个海洋就被污染了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你的一个小小的动作 真的会造成这个海洋很大的一个影响 所以小朋友刚才你的回答都很棒 老师要先送你们四颗星星 希望这一题大家可以来加油 为什么会发生海洋的污染 为什么会发生海洋的污染 刚才的回答好像跟这一题又有一点关系 所以是不是可以来加把镜 好好地回答一下这套题目 为什么会发生海洋的污染呢 我就先点 把这都举手了 我就先点这个字号吧 好不好 字号你先来说 好 四个我都给你机会回答 字号先来答 是 这样子间接中 不管是丢在地上 丢在沟区丢在小河 可能一下雨的时候 或者是流水的时候 就可能会从小河去大河 到最后也会去到海洋 对 所以你不要小看说 我都没有去海边 哪里关我的事 就在陆地上而已 垃圾桶旁而已 对 可能它就是跟我们息息相关 对 非常好 所以在这边呢 我要给这个字号 五颗星 五颗星 云莹你来说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海洋污染 这是因为我们为了方便而乱丢垃圾 然后那些船的油 它们在海上漂浮时 也是会把那些油 全部在大海那边 而污染那些海洋的美丽 这是新的点 这个就可能提到了 那个船如果不小心 它的这个油漏了出来的话 或者是游客 有时在船上吃东西 就很顺手嘛 这样扔一下 或者是什么 吃了东西要去很方便 就有水 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动作 可能都会造成这个海洋 带来污染的部分 所以真的不要小看 每一个小小的一个举动 它可能对这个环境 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对啊 所以还没有回答的 芷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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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芷玲 到你了 这是因为 因为我们的方便 而乱丢垃圾 因此 因此 我们 因此海洋会遭到危害 因此海洋造成无害 你可以再讲多一次吗 嗯 为什么会发生海洋的污染呢 可以再说一遍吗 嗯 你试试看再说一遍 这是因为 因为我们的方便 我们会乱丢垃圾 譬如 譬如把塑料袋丢进去 沟渠啊 小河啊 大海 这个部分好像刚才 这个志浩有提到 对不对 所以还可以来想想看 人类喜欢去海边嘛 人类在海边 会不会也会造成 这个海洋的污染 好 我们请这个 志浩你再想想看好不好 志浩你再想想看 我们请逸臣来回答一下 逸臣你想想看 人类在海边去野餐 去海边活动 喜欢出海游玩 这样的一个海上的活动 会不会也会对这个海洋 造成污染呢 逸臣你来想一下 你觉得会吗 会 怎样污染呢 因为人类为了方便 不要去往垃圾丢 直接往海里丢 那我相信有时候 人类也不是在海边 他也不是把垃圾就往海里丢 但是间接中 怎么说也会造成海洋的污染 我们去野餐可能就 野餐完了就走了嘛 我们去海边烧烤会 烧烤完了之后我们就离开了嘛 这样的一个动作会不会造成海洋 也会造成污染啊 就是没有收拾那些气区吗 可能是我们没有收拾啊 可能是我们怎么样 我看到一辰嘴巴好像在动 一辰你是不是有话要说 我没想到啊 来 你来说 因为海水的涨潮吧 那些垃圾可以拉走 拉进海里 哦 意思说如果我们在海边 很开心的聚会 很开心的在那边游玩 但是走的时候 离开那个海边的时候 没有把它带走的时候 海水一冲上的时候 也会造成什么 把这个垃圾都带到海里去了 这样间接中也会造成 海洋的一个污染哦 哇 这个时候我看到 志浩有话说了 他举起手来了 来 志浩你来说 而且我也看过一些书籍 书籍上面说 水上飞机飞行石会造成废气 也会造成海洋污染 是 意思说我们在一些水 水上的活动 如果没有照顾好 也会造成污染的一个部分 所以真的我们每一个活动 如果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好 那小小的本分 就是说一起来保护 一起来爱护 这样可能这个美丽的风景 它就可以延续下去了 一辰也有话要说了 来 一辰 给你机会 我还在新闻看到 有些工厂为了节省 拉梯处理的费用 而直接把飞水拉梯倒进海里 这样做不当污染了海洋 也伤害了海洋生物 我人有看新闻 新来的小朋友 真的是有了解时事 然后我报过很多这样的新闻 而且也看过很多的这个资讯 不是只看课文的资讯 真的 他对生活知识也有了解 很棒 我们的小朋友 很好 所以你可以发现到说 这样的一个动作 排去海里的话 其实污染了真的不容易处理 你怎么样把它捡回起来 你怎么样把这个污染的部分 把它处理掉 它可能就是大工程 可能是油这样子 你要怎么样去清理它呢 所以刚刚四位小朋友 他们真的是很用心地跟我们分享 为什么会发生海洋的污染 那电视之前的小朋友 你是否也在一边看电视 跟你的家人一起在讨论呢 如果你有很多话想说 你有很多的这个想法想要分享 我觉得说 当然你一边看电视 可以跟家人一起在分享 不然的话回到学校去 当然也可以跟学校你的小朋友 学校你的老师 一起来讨论一下 这样的一个课题 所以先上的四位小朋友 我觉得你们今天非常棒 所以老师这边要给你们加星星 我觉得说这个环节 你们四个接起来都值得拿六颗星 这最高了 对 都很有想法 而且也看到他们广泛的这个阅读部分 太棒了 都把题目的这个要求跟重点 都讲得很好 真的是要好好的来思考一下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都是我们生活上息息相关的 真的 真的老师和小朋友的一些脑力激荡 就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 无论我们做任何的一个小动作 我们都要想过一下 这会不会对我们的环境造成污染 因为如果一污染下去的话 就这个问题就很严重了 一发不可收拾了 所以记得 我们在丢垃圾之前 记得要找好一个垃圾桶 丢在正确的地方才好 来 来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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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联合国环境署的一份统计就显示 全球每一年大约有800万吨的塑料垃圾 流入海洋 这究竟是怎么样的一个概念呢 给你讲一下 就是大概每一分钟 我们会有一辆垃圾车的这个垃圾 倒入海洋 这是多严重的一个数据啊 所以老师 趁着这堂课教导小朋友们 如何爱护我们的环境 老师请 是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 要如何来保护我们的海洋 当然 每一个人的思维 每一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 今天在线上的小朋友 就是来自沙秀华小四年级的小朋友 我们来听听四年级的孩子 他是怎么样做到 或者是他有怎么样的一个想法 要如何来保护这个海洋 线上的四位小朋友 你们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来 四位小朋友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如何保护海洋 我不晓得谁先要说 但是老师这边很鼓励大家 有话就要把握机会说 把你的想法脑力激荡 把你的想法跟大家分享 这也是学习的一环 四个在举手 很喜欢举起的手就等大家来叫他们 好 那我先来点一位 待会再有位来点 好啊 我就先来点智浩吧 智浩你来说吧 好 我们可以尽量不让那些人 包括我们自己 把垃圾瓦 把沟崎小河和海流丢 我们有垃圾就应该丢到垃圾桶去 所以从这个点我就听到 应该是说我们不要随手乱丢垃圾吧 要把这个垃圾丢到垃圾桶去 但是也想问一下薇薇啊 薇薇 为什么我们一直要做到 把垃圾丢在垃圾桶 把垃圾丢在垃圾桶 这跟海洋真的有关系吗 那老师 你这垃圾呢 如果你随处乱丢的话 你一下雨啊 然后那个雨水呢 就会将这个垃圾 顺便带到小河 冲冲冲去到海洋了 如果是在垃圾桶的话 那有垃圾处理员 将垃圾处理好 这样至少它不会到海洋去 这样线上的你认同这个说法吗 先生的小朋友 你们认同这个说法吗 认同 为什么你会认同 你只有点头点头 之后你说的这个点 你来补充一下 为什么你认同这个说法 为什么你认同这个说法 因为 如果我们不好好保护海洋的话 海洋会造成污染 到时海啸爆发 对 那个是后果嘛 这样我们要如何做到呢 你跟你说认同垃圾要丢进垃圾桶 对不对 所以除了这个动作 我们还有什么动作可以做的 来保护这个海洋吗 云莹来 云莹先来说 我们一起把我们的点子抛出来 一起来想想看 看看我们可以怎么样一起来做到 保护这个海洋 来 云莹你来说 我们可以在海边 野餐的时候 要回家的时候 可以记得把那些东西收拾好 所以不会让海浪冲进大海 意思是说 野餐之后 我们要懂得收拾 有时候就收拾 就收收下就走掉了 有一个动作觉得要提醒一下 走之前要加多一个动作 就是回头望一下 还没有留下什么东西 这样才可以确保 你使用的这个大自然的环境 你使用的这个公共场所 都可以把它整理好 对不对 谢谢云莹的想法 就是使用了这个场地 要把它整理好 要把垃圾带走 这样或者是把它丢到垃圾桶去 才不会造成 可能海边也有一些动物 它会去找食物 去挖垃圾 也会造成这个海洋的 这个污染也说不定 好 来 芷姨你来说 好 如何保护海洋 好 芷姨 我们 我们可以 看 如果看见 有人乱丢垃圾 丢去地板 不丢进垃圾桶 我们可以提醒他 叫他不要这样子做 对啊 就像刚才 芸芸乱丢垃圾老师提醒我那个动作 对吧 看到人家乱丢垃圾 你要去提醒他 对 那小朋友如果你看到大人乱丢垃圾 你这个小朋友敢不敢走前去提醒他 你会敢吗 你会敢做这个动作吗 我觉得大人会觉得惭愧 如果小朋友点出他做错事情 如果大人在 小朋友在旁边提醒的话 可能感觉到不好意思 对啊 所以我们除了要提醒别人 更重要的是要提醒自己 自己不要做 当自己都做得好的时候 每个人都把本分是做好的时候 我相信这个海洋会很干净 对 会很干净 所以你们几位的想法 老师都觉得非常棒 很有这个想办法 要来保护这个海洋 想办法要来爱护这个大自然 还有没有一些想法呢一层 我们想到的很多都是个人的部分 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想法 我们可以怎么做来保护这个海洋呢 来一层 我们要从小培养良好的意识习 环保习惯 不要乱丢垃圾 然后丢垃圾时也要分类 就是要有这个环保意识对不对 公民意识 环保意识 爱护这个大自然 要从小就要去培养 从小就要被提醒 这个想法很不错 垃圾分类也很好 这个概念 刚才一层有提到说 要把垃圾分类 那至少我们可以减少 这个地球上被丢弃的这些垃圾 就觉得站在四年级小朋友的角度 会说出这样的一个点子是很棒的一件事情 但如果我们要跳出这个框框 我们想远一点 或者说我们想到大人应该怎么做呢 我们的社会可以怎么做呢 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你想想看如果是大人应该怎么做 或者是这个社会上的每一个人士 我们可以怎么做 我们不要用这么多数量垃圾可以吗 还是微微有什么想法 就我们要可能那个饭盒 餐盒 我们可以重复再用啊 再循环啊 这也是个想法 我看到你身后的小朋友都在举手 可能他们有话要说 来我们把握时间 我们请这个指引你来想一下 我们可以做一个牌子 然后粘上去跟人家讲不要乱丢垃圾 就是一个牌子来提醒大家 不要乱丢垃圾 就让他时时提醒 想丢的时候看到这个牌子 可能说要停一下 要注意一下 来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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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辰也举手了 一辰 你想一下如果是大人 或者社会人士 社会上的这些我们怎么要有这个意识 来 提一下 想一下 大人购物的时候可以用自己的环保袋 不要减少用超市的环保袋 很好 这个字号再点头很对很对 你减少用塑料袋 减少使用这些购物袋 那我们可能不知道几十里这些袋子 可能就会丢到什么地方去 会不会成为下一只海龟 不小心吃进肚子去了 可能活到可以活到两百岁的这个海龟 可能就是因为你这个多使用了塑料袋 而造成他们的生命都缩短了 那真的是很可惜 好 所以来到此刻想问一下 线上的这几位小朋友 还有没有什么话 想要跟电视机前的小朋友分享的呢 有吗 还有吗 可能我们要快速一下 我觉得我们好像在思考 在思考 还是微微有什么话 想要跟这些小朋友分享的吗 是 小朋友 我也想到另外一个点子 就比如说 爸爸妈妈带你们去海边野餐的时候 可能你们可以说 我们来做一个家庭活动 那就是到海边去捡垃圾 可以吗 你看到垃圾的时候捡起来 那收起来 那些垃圾就不会被海水带到海里去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亲子活动 你们认同吗 那现在呢我们请韦老师给我们来一个总结 是的 那我们的小朋友 刚才都透过了阅读四年级这篇篇章 最美丽的风景 也理解到说 爱护这个大自然 爱护这个海洋 真的是每个人应有的一个责任 所以小朋友 你刚才从文章的最一个段落 你可以看到 这些动物们都在祈愿 祈愿人们可以学习一起来保护大自然 不要去舍弃这些美丽的风景 所以看看这张图 我们看看这张图 如果在一个大海里面 有那么多的这些垃圾 塑料袋 罐子 瓶子 或者一些丢掉的一些什么 塑料瓶里面的一些毒素的话 想想看 我们也不喜欢在这样的一个环境玩 对不对 我们下去游泳的时候 下去海边玩的时候 看到这样的环境 我相信没有人会喜欢 没有人会喜欢 我们更喜欢的是什么 我们喜欢的是这样的一个大自然 这样的一个大自然 那么美的一个海洋 让大家可以开开心心的在海洋里面 在海洋里面游玩 让海洋的生物也可以在里面 继续地生存下去 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一起努力 来好好地爱护这美丽的风景 每一个风景 每一个人 多尽一份力的时候 这个世界一定会变得更美丽 所以小朋友 谢谢你们今天的讨论 谢谢老师 你针对小朋友们的表现 打几分呢 来一个 是的 今天针对小朋友的表现 可以在这个线上 这样子来互动来学习 我觉得我可以给他们 拿六个星星 拿六个星星 但是这个六个星星 希望大家是不断不断地前进 不断努力 让它保持最好的一个水平 老师 今天这一堂课的额外一些资料 可能可以从教育部的一个网站 拿得到 看得到 是的 从这个超酷就可以找到了 这些资讯 好的 大家要记得 地球就只有这么一个 所以大家一定要好好地保护它 所以我们非常感谢 韦老师今天上到来的节目 还有在线上的四位小朋友 辛苦你们了 谢谢你们 还有电视机前的所有朋友们 谢谢你们的收看 有机会 我们再见了 拜拜 好 我们跟大家挥挥手说再见 拜拜 谢谢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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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